我们继续来观看 我刚做了第一套 我可以例如说给交通大队去使用 可是呢 那个请问别的单位是不是也可以用 类似这样子 例如说底色 底色一定要有 还有这个投影片编号也都要有 所以我们再去多做第二套的母片 第三套的母片 而且通通都一样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地方检视投影片母片 好 这是第一套 滑鼠右键 复制投影片母片 这边是第二套 第二套 我只需要这一张的色彩 简单的去做一些改变 简单去做一些改变 例如说 假设第一套是交通大队在使用 那第二套我刻意的把它做成别种颜色 让你们能够区别 例如说第二套是建设科在使用 就整个都是整一个色系 好 然后第三套那我是不是又可以再去复制 好复制投影片母片 第三套 假设我是保房单位在使用 所以只需要去改这个色彩就好了 例如说 我用 蓝色 可以 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就有三种不同颜色 真的 有时候他还会 有些人他去做那个简报 他就希望依照那个主题笔 他只改浅浅的颜色 但是那个背景的图那些通通不改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有三套母片 三套母片 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来去做一些他想做的事 例如说 假设 假设我们今天介绍 那个新北市警察局 好 为了节省时间 NTPD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新增投影片 然后把它设定 设定我的版面 你看这边有第一种 有看到吗 这边是不是三套全部都呈现在这边 假设我第一个我先介绍交通大队 对那我就选择这一个 好 交通大队 介绍 然后呢 那个 新增 我当然要介绍 例如说主管是谁 对不对 主管 好 我就简单做一下 介绍交通大队主管 然后这边就放他一张图片 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再去新增一张图片 就 假设我交通大队就介绍完 我是不是可以再去介绍介绍 介绍 第二个单位 建设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去做 例如说这个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这边我就会放 这边我就会放 例如说建设 建设 建设 建设科的介绍 然后接下来新增一张图片 例如说 认识 建设科的主管 然后接下来 这边是不是就是 同样的形 大家都是在同样一种模板下使用 再来再介绍第三个单位 新增一张图片 去做这个版型 我是选择他 然后 保防大队介绍 然后接下来呢 新增一张图片 然后 这边 他会自动去抓 那种版型 例如说在这边介绍主管 那 假设 假设在这个地方 我要继续介绍 继续介绍 第四张图片 主管介绍完 那就接下来就介绍 那个 交通大队的一些属性啊什么 好 你看我这边 新增一张图片 他用的是什么 是不是用 这一系列的母片 我们 很多人是这样子来去设计 设计 母片 然后应用到自己的简报 好 所以原则上 我就先暂时 介绍到这边咯